兄弟们 看看这新赛季我杨姐的胜率88%就输了一场 本来是打算练马超的 结果马超的胜率简直惨不忍睹啊 杨姐好不好上手 强不强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杨姐前期的对线非常吃细节的 可以说前期你细节做得好 杨姐是绝对的T0 一级上链先抢二 二级上连人带兵一起拍 老夫子被晕了 那么他抢儿的速度就会变慢 四下平线射到二级 千万兵拿下 再买步甲直接干他 他就完事了 开尔也 派晕A1A狗 趁他二没好把伤害打出来 此时他这个血量已是必死了 我们只需要等一技能冷却 狗 狗斩 来下一血 这就是杨姐 老夫子抢拿核心 这个赛季杨姐增强后 一技能对野怪的斩杀伤害变高了 所以这个核心老夫子是不可能拿到的 狗核心 尊差来了 先拿下核心 还想来老二技能派晕两人 现在还打不了 因为我没刺也没斩杀 所以这波先不打 先轻验到死 孙次二杀让他自己上 别管他 玩杨姐这个英雄追求的是一套秒人 如果你目前伤害不够就不要上 因为你一套弄不死别人就很容易被反打 韩信走了 那老夫子没了 孙次二杀真下饭 开晕 狗住 飞过去 斩杀 这波要是在开晕后穿杀普攻更好 这样的话斩杀斩死就能刷新了 线上有优势后怎么能不给对面韩信一点压力呢 来曹丽因他一波 开晕 狗住 飞过去 A他 可是没斩杀 如果上波斩杀刷新了 那么韩信得死 但是我觉得韩信会回到刷小野 来了 托住 韩云 A 飞过去 再打架 猪眼打架 修杀离去 啊 完了 老头来了 但是没关系 扁杀快来了 韩云 先用大招回血撑一下 张良应该是没大 这波切记不能A老夫子 不然他反弹伤害可能我就死了 还是这个啥 蹲一下人 我觉得老夫子会从车区中支援 老夫子来刷运中军了 那正好 咱们让他先打 等他打到残血了 咱们再一技能抢掉运中军 杀人猪心让他感到深深的绝望 差不多了 狗 飞过去强掉 拍云 A大 A A大 A大 狗 A 狗 斩 拿下 杀人猪心 套餐一份 对他路这么顺了 怎么不给韩信一点压力呢 再因他一波 狗猪 飞过去 拍云 敢反打 狗猪 A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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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打不过来吧 飞过去 斩射 再拍拿下 完了 张良 我觉得我还能操作 飞过去 吃药 A不死我 啊 不过我常记得给韩信识压 对面下路在没有打野的情况下也是顶不住的 给你们看看顺服的阳剑有多猛 拍云 大A 狗 飞过去 但我没关系 打不动我的 韩信来了 拍 狗 飞 阿西亚 可谓是能抗能打呀 上路老夫子怎么敢带线这么深的 上次是怎么杀人猪心的 忘了是吧 还晕大A 大A 大A 狗 A A 阿西亚 张良 瞅什么瞅 狗柱飞过去 直接打不闪现 这就是杨茧的压迫感 可以啊 我就不小心挂掉了一次 你们就推到了高地是吧 现在就让你们看看什么是杨茧 狗龙飞过去 培 大 大 A 大 阿西亚 张良 我就问一句 萌芽 你敢吹吗 他敢追要愣死你 啊 没关系啊 这把队友虽然有点惨 但是有我在难道还说得了 我受不了了呀